娱乐中心综合报道侯梦莎被称为中国最美军 图翻设自侯梦莎微博近年来大陆的军旅片时 火红 由于军人与一般职业不同 所以大家对于旅生活特别感兴趣 然而要饰演军人并不容易 上必需要有一种坚韧的气质 才能符合军人的 像尤其女演员要演女军人 特别困难 但有一位演员却诠释得非常好 还被称为中国最美军花 就是侯梦莎 1985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的侯梦莎 学就读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 并于2008年取了硕士学位 随后侯梦莎成为了南京军区政治前线文工团成员 因此军人生活对她来说并不生 这对于她后来进入演艺的生涯是很有加分 用的侯梦莎一直梦想当个演员 图翻设字侯梦 微博侯梦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梦想当个演员 管是深到何处 她都不会忘记这个目标 2009年 她出军旅动作剧狙击生死线 由此正式进入演艺圈 2012 她在吴京主演的《我是特种兵之历刃》出窍礼办 了足至多谋的唐欣怡 也是吴京扮演的何陈光女朋友 随着这部剧的大热 侯梦莎开始为观众 知 并与君旅 景匪 叠战题材等作品结下不解之 侯梦莎与君旅 景匪等题材结下不解之缘 图翻 自侯梦莎微博之后侯梦莎出演了《麻辣女兵》 景与景犬 特种兵之火凤凰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 梦莎在剧中穿上军装的样子给人的感觉非常自信阳光 而侯梦莎在剧中将女军人的形象更演绎得非常有特色 再加上她漂亮的外貌 因此称为最美军花 侯梦莎给人的感觉十分阳光 图 设字侯梦莎微博更难得的是 侯梦莎自出道已 至今已经有12年了 在这12年她拍戏几乎不用替身 多戏都是自己上阵 因此深受观众的肯定于喜 如今的侯梦莎虽然摆脱不了惊人的戏份 但是 个形象也是给了她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正能量 十 生活中的侯梦莎十分低调 不爱张扬 而脱下 妆的她更是美到认不出来 简直就是一个文静 大美女 平时虽然穿的衣服都是清爽舒服随性 打扮 但依旧掩盖不住她的美 难怪会有中国最军花的美称 侯梦莎脱下军装后 女人未十足 图设自侯梦莎微博